我现在呢我想要做一件事 我就简单先画一个图 比如说以日期 日期 然后heat数来去观看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可能 看的是一个连续的资料 连续资料 这个是今天 对不对 2017年4月 好吧 我先把资料先缩解 缩解 你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点他 等一下 这边我要先暂停 这边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把它 例如说我只要看某一个日期范围 好 这边是什么 1月23号 有几次 这边的话是不是可以显示 显示观看的次数 所以我就直接针对这个内容的资料标签打开来 可以吗 好 那现在问题 问题来了 就是说 我可以用手机来观看我的网站 所以呢 我现在就到这个网站 我就先用我的手机来到这个网站 可以哦 然后接下来稍微注意这个44哦 我先把这个资料标签这个值稍微设大一点 让大家来去观看 这边是不是呈现44次 1月23号是今天嘛 对不对 44次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你们可以的话 现在也帮我点一下 因为等一下 我的意思是说 我希望网路上的那个资料 一产生变动 我只要按这个重新整理 我这边一按重新整理 这数字就直接马上跳升 可以了解我在做什么事吗 就是一切都变成是自动发生的 因为我是透过web的方式抓进来 我不是用一个档案叫进来 我不是用档案取得资料 所以呢 我再切换到 好 讲师介绍这边 讲师介绍 我用我的手机来去到讲师介绍这个地方 好 至少讲几句话吧 让他讲几句话 然后呢 再来我再到 例如说 课程内容到大数据分析 好 然后这里面去播放一个影片 好 就是我有切换到几个不同的网页 我用手机哦 手机是不是可以去切换 好 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直接在我的Power BI这边 我就点这个重新整理 点它 它就整个所有网站资料整个重新整理 你看这个数值是不是会产生变动 因为1月23号是今天是当下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假设你今天做完一个网页 你已经做完翻析了 你已经做完一个翻析了 到时候你只需要点什么 你只要点一个重新整理 而且这个重新整理 一当你启动 启动来去看这个网页 它本身就会自动的重新整理 所以根本就不用你在那边点什么 而且需不需要重画 不需要 请问Easeal能不能做到这件事 答案是不行 这就是最大的一个差别 假设我今天经过了十天 三年 请问这张报表 我是不是也是点重新整理 全部画完了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如果局长听到 那太好了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好 我现在要请你们自己动手来去做这一页 就是看今天自己的 今天自己的 好 然后 然后 我们大致上了解这个重新整理的意义 这绝对胜过于 所有所有我之前所教的那个意义 你至少知道 这就是大数据分析 资料一直不断的加入进去 只要重新整理 它就做完了 好 谢谢观看